你可能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 龙虾是可以永生的 如果它们不被捕食 不被饿死 不被疾病折磨 它们就可以长生不老 真的是这样吗 先来说结论 是的 更准确地说 从生物学的角度 龙虾确实可以一直活下去 要想搞清楚龙虾永生的原因 先来看看 构成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基本单位 细胞 用人类做比较 人类的生长 使细胞以及细胞内的DNA 不断自我复制的过程 大多数的生物 会在生命开始后 进入生长过程 直到进入成熟期 停止体型上的增长 此时也就开始了 逐步向死亡靠近的过程 但是作为假鞘钢动物之一的龙虾 却并不适用于这种情况 人类的衰老死亡 是由于染色体程序性细胞死亡所致 每个染色体的末端 有一种叫做端粒的冒状化学物质 它们将染色体保护起来 就像我们日常见到的鞋带 末端的塑料部分 可以防止鞋带磨损 端粒的存在 可以防止DNA结构解体 从而导致在复制的时候 造成信息紊乱 当细胞自我复制时 这些端粒也会受到磨损 直到被磨损到太短 无法支持复制 细胞就会逐渐死亡 人类身体中大部分的细胞 只能复制40到70次 之后这些细胞 就达到了自己的物理极限 并开始衰老 这种极限被称为 海佛列克极限 而龙虾却能够生产 足够数量的端粒酶 可以有效的生成端粒 让自己的端粒 在细胞复制过程中 似乎一点也不会被磨损 正因如此 龙虾的细胞 几乎可以一直分裂下去 还不用担心细胞 出现死亡的情况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从理论上来讲 龙虾是可以实现永生的 多年以来 人们认为 龙虾是一种 极易遭受攻击的 较弱的动物 但其实 每次退科完成之后 龙虾会变得更加强壮 普通的龙虾重量为0.45 至0.9公斤 在2009年 美国缅银州 一位渔民捕到一只巨型龙虾 重量为9公斤 估计其年龄 大约为140岁 这还不是最长寿的龙虾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记录 1977年 曾捕到一只 19.95公斤重的巨型龙虾 它的爪子 能够紧紧牵住 强壮男子的手臂 年龄应当更大 顺便说一下 饭店里常见的龙虾 大约重1至3斤 也就是5到10岁的龙虾 既然龙虾那么牛叉 不会因为衰老而死亡 那为什么它们没能高级进化 从而统治地球呢 为什么它们没能从人头上面 全面压制人类 反而成了逼占大佬们的菜单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猎食者 龙虾所处的生态环境复杂 有各种各样体型更大 牙齿更锋利的猎食者存在 即使不在环境恶劣的野外生存 也逃不过会用工具的生物捕食它们 来品尝它们鲜美的味道 没错 大部分的龙虾还没等到老死 就已经被吃掉了 同时食物缺乏和细菌病毒的感染 也让龙虾无法真正实现永生 那么假设龙虾真的能不断长大 会发生什么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 包裹它们身体的那层外骨骼 也就是龙虾的壳 随着身体组织不断长大 外骨骼内的空间就不够用了 这个时候它们选择去退掉旧壳 并重新长出另一副外骨骼 龙虾一岁之前大约会退几十次 直到七岁左右 退壳的频率逐渐降低为一年一次 然后再降低为二到三年一次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且冒险的过程 龙虾的体积越大 退掉外骨骼的难度也会越大 想象一下 一个像汽车那么大的龙虾 该怎样给自己退壳 分分钟就会把自己活活累死 不慎受伤 就可能会被细菌感染而死 或者会给自己留下永久性的疤痕 导致以后退壳的时候更加困难 因为退壳死亡的龙虾 大概占到10%到15% 所以龙虾永生是可能的 前提是它们没有天敌 生活在一个无军无毒的世界 它们的栖息地 拥有源源不断的食物供给 它们还得进化的足够聪明 研发出某种退壳辅助神器 真要是那样 出现在B站首页的 恐怕就是奥龙直播吃大翔小翔 波士顿龙虾挑战吃汉青刺身 这样的视频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订阅和三连 我是二师兄 咱们下期再见